新北三重黄姓男子,43岁,不满和陈姓命理师,52岁,有投资纠纷,找来朋友陈男,为女化名扮演信徒,演戏匡骗命理师,女友经改运后进口吐白墨身亡,要求赔偿500万元,否则就要找记者爆料。 是临帝检署依控和取材未遂罪,先将幕后藏经人黄南,化名金长力的陈男起诉,幕后藏经人黄南称,陈姓命理师因其他投资侵占公款,积欠30万元,心怀院队,找来朋友陈男,为女化名金长力,李彦平,试验命理师信徒,置新装的命理工作室改运,陈命理师为两人举办消灾, 祈福法会,两人用黄南提供的70多万元购买陈香,没想到,为女在法会结束后,搭车至庙宇赠送陈香,突然癫痫发作,全身抽搐,口吐白胃,联性驾驶和陈男将人送往中兴医院急诊室就医,幸好身体无大碍自行离院,但陈男,黄南利用此事, 匡骗陈命理师李彦平死了,要求还陈香70多万元,还狮子大开口,要求赔偿两,三千万,否则金长力就找记者报道,让事情上新闻,无法再经营工作室,黄南,陈男去年1月和陈命理师约在咖啡馆谈判, 双方达成合议,陈须挤付350万现金和开立150万元支票,共赔偿500万元。 事后陈命理师因为看见死亡证明书,怀疑公司老板和黄南联手诈骗,为由律师地壮提告。 检方调查,黄南起初全盘否认,称不认识金长力、李彦平,但经调查就已记录,发现微信女子行既可疑,寻现发现未与皇室旧时,写金多利是为的脸书好友,查出陈男化名金多利,一步步离清整出骗局,揪出黄南才是幕后藏经人。 黄南坦诚,在咖啡馆达成500万赔偿协议,但否认恐吓取财犯行,扮称陈命理师有欠自己30万,但不知道他有这么多钱。 陈男辩称,是被利用的知道未没死,却仍和黄南骗命理师,为女已死亡。 陈命理师的邱姓老板,曾有诈欺前科,邱辩称,以为真的死人出事,不知道诈骗一事。 未姓女子称,黄南曾说,命理师可能诈骗,要求陪住陈男当客人,只去过工作室一次,当日阴点闲发作头痛凶门,前往急诊室,但抵达医院已清醒,可配合指令动作。 陈姓会议称,尹秋姓老板打电话给命理师,都没人接听,才会传讯息给命理师。 检察官认为,纵使黄所辩命理师欠债,但索要500万元,愿超过实际基欠金额,且要告知媒体,闹大事情,使命理师先生未补,为己付财物而未遂,全案依控和取财未遂罪将两人提起公诉。 邱、魏、陈姓会议因无积极证据证明,男人有恐吓取财,处分不弃诉。 黄南不满命理师欠债,找朋友扮演信徒债运,敲诈500万元。 是以图非本人。 图报细资料照。 分享。 分享。